张雪宁 你是我的 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是皇后 皇后居住的宫殿 叫做宁安宫 大厦已清 高抬已赴 也该轮到我这个妖后扶珠了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那时的你活得很真 江雪 你真是个屁 我的宁宁 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 二嫁的审计 我想当皇后 有什么话你边说吧 威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 就要窜夺这坏人心凭名誉 毁人终身大事 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 长大怎生得了 这传出去啊 怕是没人敢去 威阳姑娘 你说是吧 殿下 冒犯了 殿下的疤痕 是二十年前平南王之乱中留下的 燃叛君早已被绞 其余念也是致服蜀窜 我朝天危尽险 您的疤痕 本是王朝荣耀 何必一致维持 张大人是这世间比任何人都好的人 若你决定了 还请一定要善待他 多谢 郑哲 对于你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争取呢 宁儿姑娘也有意见 齐感 齐感 那宁儿姑娘可有什么小说的 这是要逼我表态 华尔卿与学家的界限 王兄 这可不像你们臭男人用的东西 我不过是赌了一把 赌了一把 我该信你吗 先生为何只敢信凡事皆有预谋 却不敢信真有误打误撞呢 我只提醒你一句 不该插手的事情 以后不要插手 爱家听说 在这帮半毒里面 有一个叫姜雪宁的姑娘 你甚是喜欢 是哪一个呀 站出来 让爱家瞧瞧 臣女姜雪宁见过太后 爹 你不在哪啊 他这边 也不在那 崔子 他 你不在那里 虎儿 大奴 你不在吗 你不在哪 对 你不在哪 只有我 我只提醒你一句 不该插手的事情 以后不要插手 文昭阁 可是谢威 谢威素来爱情 本宫听闻 她那张琴 便是她自己亲手所着 名作峨眉 正是 秦道 坐有规法 您二姑娘这坐姿 倒是挺规范的 先生谬赞了 秦道是一把好琴 秦道是一把好琴 谈一段高山营 让我看看你的织法 高山营 没话弄一刻 你谈的时候线按得太紧了 需要再放松一些 小人从龚仪城所派职人口中得知 小人从龚仪城所派职人口中得知 他们做的玉如意之事 是为了嫁祸燕家有不臣之心 他们做的玉如意之事 是为了嫁祸燕家有不臣之心 玉如意之事 又有多少与您有关 给燕家招货的究竟是我 还是你 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姜二姑娘 今日可总算是见到了 郡王勿要玩笑 姜二姑娘同我不过玩伴 私底下也就罢了 若胡言乱语传到家父耳中 雷过一顿打骂事情 坏了姜二姑娘亲密这种 严嫩就网年少言语无情 还望我 姜二姑娘 不怪你 少鸥 昨日在这儿 是我被白毛影响的情绪 本不该对你生气 也不该骂你 您这是在认错 宁儿 我现在消气了 你这般顽劣的性子 以后谁斗得住 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以后的事 自有以后再说 全身迟早是要走的 但希望是不留遗憾地离开 想要逆转命运 就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逆转命运 朕怎么听说 在半途之中有一位姜姑娘 正是这姜柏游的女儿 朕还听说 你与这姜姑娘颇为相熟 师生之义吧 没多么相熟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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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 大人 这是在姜姑娘的法宁策动的 姜姑娘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宫中勾结逆党 看来 哀家是整治不了你 那就找能治女的人来 来人 在 拿着哀家的令牌到刑部去 找个能断案的人来 娘娘 人到了 臣 行喝几事中张遮 拜见太后娘娘 姜儿姑娘 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半途 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 姚小姐曾因退亲 想过诸多手段 不知真假 我知道了 多谢 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 专业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为何还要追问 退亲 什 什么 我会与姚家退亲 看着 明儿 你喜欢张遮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燕灵知道吗 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 所以玉章哲是男女之情 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 你们俩该不会是 殿下想什么呢 今几日 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 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使和圣上之意 谢威 薛家竟是注意到他了吗 先皇当年便并重驾崩 右帝登基太后垂帘 福利了薛氏 直到前些年圣上大婚者才还政 而这些就是咱们能够用眼睛看到的事实 如今薛家势力遍布 永逸侯府之难 当真无解吗 自古以来摇摆不定之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一气已上了我这艘船 就更应该走到底才是 难不成你现在投靠薛家 还来得及吗 避雨而已 张大人为何不敢面对本宫 是怕本宫吃了你吗 娘娘恕罪 臣乃外臣 不敢冒犯 还请娘娘自重 我感觉 Fateh 还请什么 我还请你 爱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就可惜了 你算计我 你究竟想做什么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 佑姑娘 你怎么打人哪 我 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 是 我赚严谨的钱 尤家的钱 都是为了帮燕灵 这件事本是该同先生说的 可先生早知侯爷遭刺杀 不也没同我说吗 他说我错了 明明错的是先生自己才是 罢了 我同个小丫头争什么气 看到了吗 什么叫一物相依我 恶人自有恶人魔 剪刀帕子的人心中有你 至今念念不忘 我会让堂儿给他送封信 约他去百果寺 要不要去相见都随你 这些人 张大人 这么巧 往日只是张大人善于断案 没想到还会修复古丸 正好 雪宁对此道有些涉猎 不知是否能帮上大人的忙 因为这块手帕 薛叔把我当成了你 把本该施展在你身上的手段 用在了我身上 我不想再替你背这个黑锅 所以就把你弄来了 总之路是你自己选的 要想坐上王妃之位 就得凭你自己的本身 这都什么命啊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一起跑 现在迷了路出也出不去 又没吃的又没喝的 是这个吧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点心啊 谁做的 怎么办 午餐用过了吗 午餐用过了吗 这都什么时辰了 自然用过了 又是桃面糕 蜂蜜做的 不太甜我不爱吃 先生洞悉人心 无人能出其诱 原来那么早便将我看透了 人都是会变的 谁又能轻言看透呢 那先生觉得 从前的我与现在的我 哪个更好 从前现在都是你 都是独一无二的宁儿姑娘 大人 大人 您的东西忘拿了 今日除了桃片糕之外呢 老桃我还准备了四样糕点 当然了 不比大人您亲手做的 不过也能讨得那位姑娘的欢心吗 什么姑娘 就是剑叔说的冒肉天仙的姜 老桃 先生在上 燕林都带有请先生 为燕林暂官 官者男子依时也 按古里应由族中长辈 为他加官取字 以对来日辽表期许 尚师大人 燕家久在战场 人定淡默 如今也唯有你了 可我瞧你这把剑 不太行 好看是好看 但不够有气势 吓不死敌人 但你惯离之时 我送你一柄新的 好啊 那我要一把 极为锋利的无翘之剑 随我征战 那就这么说定了 燕大将军 言为定 一言为定 薛公子 抗旨于否也不是你一家之业 况且今日 你娘 娘 你敢打他 我解释三万人 可别不是好歹 这世上没人能在我面前伤他 请谢少师为我而赐字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可苍穹不是荣身所 沧海方是新归处 恶难度过 初心莫改 誓自为 回 圣上有旨 永义侯府勾结腻打 意图叛乱 挑唆军中滑变 今以乱臣贼子论处 把侯府之人通通捉拿 敢有反抗者 格杀勿论 八蛋燕灵 敢敢打落圣旨 人家是不是通通都要造反 圣旨已下 灵灵也的确动手了 若先生不是胸有成主 是才又为何出炎 不认为何处 你一定有别的计划 你就这么相信我 是 你们今天坏了王爷的大事 若被王爷知道 到时候你们便是朝廷的 逆当精灵的叛徒 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这就不劳公仪先生 你费心了 到前 动手 湯 焉灵 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昨日焉后截然而去 国公控制侯府这么久 罪证找不到也就罢了 居然连这么重要的硬性 也能弄丢 燕家既然无罪 定国公却硬要将其缉纳 或许镇着好旧父 真有他自己的私心啊 圣上的意思是 国公有意兵权 不过我看不上的人 那些小门小户出身的 还抢着药呢 虽然未能和我相比 可说不准 人亡八队律动 瞧得上眼呢 这可是当今天下 最有力的一支军队 你要是拥有了此物 你 你别说复仇了 你就是想当皇帝 你都当得了 既然圣上有大赦天下之意 不如将燕氏降醉一等 醉不追九族 只要将燕幕燕灵二人 发配至皇州几个 皇州 或许你有所不知 谢少师他 他身上虽有难以解释之处 可我与他相处下来 他并非那样的恶人 虎之为虎 便是以其凶性天生 不应试改 江姑娘 今日与虎谋皮 他人亦比为虎所势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京城的事物 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至于王爷那边 结尾 放上 本来按照你的计划 借刑不支手 揽下公益城之死 然后再顺势跟着 王爷那边派来营救的人 一路跟到通州的据点 这让我们既可以 除掉王爷的人 又可以顺势在朝廷那边 领受一份功绩 现如今可好 这张哲在中间横插 这么一棒子 怕是要坏事 这位谢少师啊 看着于事无常 心思却重得很 城府尾身有些深 不过 王爷眼下最操心的 还是通州的要塞之地 对了 王爷还给了我办方信 说是能 要了燕蒙的命 我们变巡不到的东西 偏偏跑到他手里面去了 好一个宁儿啊 先是故意拿着交安 到幽黄馆来卖 因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 若非是他同游方营叮嘱过 而游方营那死中的性子 如何能被你问出话呢 还有周迎之的行踪 刀琴剑术的行动 这桩桩剑剑 恐怕 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我舅父说了 能打老虎的都是英雄 殿下和我英才一只 这样 咱们就都不怕了 我们是君 他是臣 臣为君寺 天经地义 就凭尊备有别 贵贱不得 以张哲的敏锐 你此举无异于隐阵之可 纵使瞒过了冯明宇 待张哲回英之后 你又要受到刑部的盘查 如果张哲一意孤刑 那就只能借冯明宇之手 将所有人葬在头中 那你想嫁给谁 可是那刑部的张哲大人 大鹏一日同风起 独阳直上九万里 我燕灰 会平安归来的 你不用拎我动手 大人 他们并非全是死求 十几从圈管不了那么多了 等那些歹人冲进来 死的就是我们 杀 是 杀 我用这个帮姑娘梳发 今夜朝廷在此定下 又不逆当之急 眼下姑娘出去 只恐会有杀身之祸 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 小心行事 若有冒犯 还请见谅 如果刀请 没把人拦下来 我们两个必须提前去往同州 这怎么行 如今天天气一日比一日冷 倘若去往同州赶上下雪 现在会有危险呢 那冯明宇还带着火药 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去 尼尔已心入危险 若是仗者出了纰漏 我不去 尼尔的命谁来救 臣不可 是本宫喝过 嘴唇碰过 所以你不敢喝吗 上下增备 君臣有别 娘娘不要开玩笑了 你还怕冒犯 没想到杜君先生 还是如此细致之人 对这位妹妹还颇有些柔情 放心 我一定会和姑娘周全 等到了下一场 我就想法子助你离开 但是在死之前 就要先委屈姑娘了 任何时候 我都会相信张大人 左叶经理出了那么打的乱子 再耽误下去恐怕会声变我 通州之事事关重大 我绝不能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跟我们一起上路 宁可错杀 也绝不能放过 先生 驾 张哲已经察觉了您已逆当的宣传 今日 必得趁乱除掉他 咱们这一路上 小心隐蔽 行事谨慎 定国公纵有通天的本事 又是怎么知道咱们在通州的 你是说 有内鬼 徐伙子 是新无畏的传讯信号 他们也来了 是时候了 送他们上路 谢威 谢威 别杀他 张大人对宁儿又有什么行思 死的原因有损江姑娘明记 还请大人问 他是个傻的 所有心思写在面上 旁人看不出也就罢了 你张哲 当真不知 我与江姑娘如何 那也是我们二人之事 谢大人 凭何同我讲这些 就凭我是他的先生 师徒有伦 可谢某无拘 你 薛元 百步速速撤兵 交出真正的太子 要不然的话 我将让你也尝尝丧死之徒 我的儿子生为大秦而生 死也该为大秦而死 爹 宁儿你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 坏的该杀 蠢的 更不能留 不过你愿别虔诚 你已经在我身边 倘若还有下次 你再绞入居中破坏我的好事 我先收了你的命 命 江少叔托旅选传信过来 说宁儿的生辰快到了 先生的意思 是要给江姑娘欠烧 从前的谢绝安 可不像是这种小事 还要关心的人哪 身处这种境地 还想着给姑娘过生辰 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旦逢良辰 顺总时宜 万般万喜常自在 随随着着 半安宁 看吧 我不喜欢带花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庄圆赞花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使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赞花的少年郎 这一朵 不如赠予大人 全当你也克举了一脏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活下去 张哲 本宫不许你死 定妃世子之事 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她是当年三百中魂之中 唯一幸存之人 其重要之处国公应该知道 只要谢某在一日 我就不允许她出任何问题 你真觉得她是薛定妃 难道不是 我说她是 她就是 看着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薛定妃 按理说薛定妃是 定国公的骨肉至亲 满朝文武 不可能有人比她更希望薛定妃 可以平安归来 可是她今日在朝堂之上的神情 不似欣喜 倒似是 惧怕 正是 朕疑心薛家有事瞒着朕 而且这件事绝不会消 通舟之行 你不是说我事实都有成算吗 那是因为我知道 只要有你护在我的左右 我便能高枕无忧 够了 他这么好的人 就不该留下瑕疵 我宁愿他恨我 我也不舍得他去恨自己 这人通想万物 了尽人心 能不能也给我一个答案 为什么 我知道 你是真心带他是朋友 所以吕某不敢欺瞒 既然娶了 我吕赵爷 今日对天发誓 从今往后 不会再让他受半点欺负 再受半点委屈 身为仁臣 因尽臣子这本分 大愿少师 此心不改 薛定妃 你竟敢当我叶儿 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外事生的数字 怎么有胆子这么跟敌长凶说话呢 众人皆知 你的王妃 是薛家那位大姑娘 但在我心里 我早已打定主意 我的王妃 一定是我心仪之人 既然遇上了 跟我回府一趟 正好有话要跟你讲 学生家中还有急事 改日再去拜会先生 黄州那边有来信 不想知道 燕灵 观信中所言 可以知道这信 寄过来已有一些时日了 先生如今才给我看 想来方才在宫门外叫住我 本不是为了这桩事 所以先生唤我来此 是想说什么 母亲如此动怒 只怕不是为了我 而是担忧江家的名声 和长姐的婚事 会受我所累吧 你 你 你 夫人 此事虽和张大人无关 但通舟之行 宁儿为张大人以身挡剑 这一路行来 到底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 张大人 你 当真要袖手旁观吧 告老还乡 父亲近些年仕途顺遂 正是一展报复之时 为何突然要辞官还乡 两派相争 燕家落败 薛士善权 圣上对薛家有所忌惮 而咱们江家 既不节道 也不掌兵权 所以这尚书之位 才落到了我的头上 可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薛家才敢 以你姐姐的缘故 对你出手 何人夜闯京城 边关起报 请见圣上 果然是大跃贼子 前脚派使臣成了国书 提议联姻 后脚便急兵边境 屡屡挑衅 你 大约 何卿 他会死的 不行 绝对不行 不行 如果可以 我不想生在帝王家 我也想离开皇宫 去寻那海阔天空 时势推英雄 英雄造时势 人心向背虽然难料 但若不顺思民变 旁人邵家山峰点火 心随事走 又有何难 造反啊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此人急功近利 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 而且薛允心思极深 恐怕连太后 也一并瞒了去 既然注定要做妻子 那阿淑 是否有其他人 自是愿意做这天下 最尊贵之人的妻子 你这是做什么 选您一人无法力挽狂澜 只得嫌恩迫于您 只要殿下能留下 你我二人之间 便互不相欠 恩怨两清 住口 不过要赢回燕后 只需要杀了沈芷衣 挑起两边战乱不就行了吗 你冒重大风险 为她救公主 但凡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这么多年的布局 可就毁于一旦了 江大姑娘 这是要拒绝赐婚吗 你可要想仔细了 本来你我乃是表姐妹 我自然也对你亲近些 但是最近本公主 有句话藏在心里 很想对你讲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 真的很瞎见 既然来了 那就再为我画一次落映桩 更好 待得他日 燕林帅大前铁蹄 踏破大月之事 带着折破故土 再来迎我 还与古光 归于古多 她不愿出国 我知道 什么都不用说 先回家疗伤 她就好 我瓶子 诶 铅 你说这薛家 真有胆子犯上作乱 齐心不正 走上这条路是早晚的事 你这是要鼓动他们造反 还请父亲同意 带长姐成婚后 允许女儿离开京城 回老家去 也好 这通州回来之后 诸事烦扰 你想回去小住一二 也是可以的 不是小住 是离开 你从前不是一直说我玩烈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因为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朱砂玉璧 定人生死 娘娘 不怕吗 谢居安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与薛氏背水一战 吕末恳请姑娘 堪顾着 在他发病之时垂死之际 请您出手拉他一把 也唯有您 能拉他这一把 这大月 并不是成心合情 杀了人之后 并没有马上返回王庭 而是徘徊在关外 不肯离去 定是有阴谋 可若是两国交战 那殿下他 必死无疑 先生 小心 快 怎么这么烫 这伤口什么时候被咬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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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娘亲 她在这里挂了数日 你应该懂得 保护你的母亲洞吗 姑母 我愿带太子殿下前去 臣愿带君 现在想走 怕是闻了吧 监微尽兴 虽居安不敢忘 愿舍救星 去救命 去救身 纵万难家 我不敢执 本王将你们两个 当成亲子备样 可是你们呢 就是这么回报本王的 欲不着不成棋 看来本王是时候 给你们一些教训 这是我刚才在路边 乔剑顺手给你摘的 别不开心了 所以 即便没有张大人 也并非是我 对吗 那时在宫里 你给我的桃片膏 是你亲手做的 怎么 很稀奇吗 可是 可是那时候我们只是 只是什么 谢大人假意与我和谈 却暗中让燕灵围龙此地 反复无常 我真是个小人 只可惜 本王早就料到 至于你 就死在这儿吧 圣上 倘若燕家有谋反之心 挥师难下 在京城威夷 还请圣上先发之人 即刻下旨 定了谢威及燕家 谋反叛国之罪 你在关心我 你还是在意我的 是不是 谢先生平定大悦 又对燕家有恩 若是皇兄真的降罪下来 以他现在的生日威望 为了自保 未必 不会起谋逆之心 到那时你又该如何自处 燕雀为之鸿湖 下宠不可与兵 凡俗之辈尽其一生 也不过只求安生二字 还请先生 高抬贵胜 乃 杀我 杀我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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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 宁儿 演个戏吧 演什么 这是谁啊 你 倘 倘若哪一天圣上冰天了 林子王只要即位 那便可确保薛家 立于不败之地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圣上现在好好的 怎么会出事 若是老臣能够保圣上 一定会有事呢 你们的命 全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生 死 全有我 你 陆军 证明给我看 你的忠心 没想到 我就培养出了一只凡事的猛 但你还是太吃了那些 就算你今天 交性逃出这里 在京城等着你的 是无尽的炼狱 你 你 你 枯杀灭平南王的战暴已经递交 朝廷 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动燕家军 但这毕竟不是成久之计 是造谣毁京的 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 会反吗 周大人 您这是 吕夫人 周某得罪了 你们没有理由抓我 放开我 夫人 将军 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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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的总会来 那边看看 究竟有何胜意 过往种种因我旧日执念而起 终是我亏欠张大人 雪宁定当尽力弥补偿还 可唯独秦之一事 无可回头 你如今 情之所向 可是歇少时 是 我主意于他 江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江雪宁 你 你是我的 你如今 情之所向 可是歇少时 是 我主意于他 旁人敬他 为他 可我却有些心疼他 我没想好未来该怎么走 我只知道 不想再让他孤身以为 世间事并非强求就能有结果 不过是互相折磨 苦果亦是果 敏儿 你告诉我 你究竟在怕什么 你到底在怕我什么 倘若你杀过我呢 你惦记公主 挂心燕林 千禧张遮 顾念游芳盈 他们需要你 你就可以什么都不顾 向他们奔赴而去 为何到我这里 就只剩一具高抬贵手 时至今日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对吗 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知道我身上背负的恨 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可你一直在装傻 一直不敢面对是不是 难道是我之性情 我之目的 让你深夜 害怕 想逃 我对你本就毫无心意可言 你让我面对什么 你说我让你面对什么 你是觉得我真有那么蠢 还是说觉得自己藏得真有那么好 若当真毫无心意 几度生死为何不起 你敢指着自己的内心再说一次 当真 毫无心意 你一直说我顽劣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因为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你在关心我 你还是在意我的 是不是 是 张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张雪宁 你是我的 好 淡风良辰 顺踪失忆 万般万喜常自在 随随着着 半安宁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状元脏花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使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簪化的少年郎 这一朵 不如赠予大人 全当你也科举了一脏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活下去 张哲 本宫不许你死 薛公子 抗旨与否 也不是你一家之业 况且今日 娘娘 你敢打她 我几次三万人 可别不是好歹 这世上没人能在我面前伤她 我的宁娘 值得全天下最好的爱 宁娘 你别走 对不起 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 以备万一 你别入堂宫 把自己给弄伤了 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 严林 我的宁娘有秘密喽 府里这院墙 强气了跟没气似的 若是叫父亲知道 有人屡胶不改 顾忌重施 怕是又要发一阵牢骚了 说了我的理 可就不能去告诉江大人啊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那时的你活得很真 江轩 你真是个屁 你做什么 宁儿 演个戏吧 演什么 这是谁啊 你 倘若那一天圣上冰天了 林子王只要即位 那便可确保薛家立于不败之地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圣上现在好好的 怎么会出事 若是老臣能够保圣上 一定会有事呢 你们的名 全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生 死 全有我 陆军 证明给我看 你得忠心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就培养出了一只凡尸的猫 但你还是太吃了那些 就算你今天 侥幸逃出这里 在京中等着你的 是无尽的炼狱 你 剿灭平南王的战暴已经递交 朝廷 离世半会儿还不会动燕家军 但这毕竟不是成久之计 是造谣毁京的 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 会反吗 周大人 您这是 吕夫人 周某得罪了 你们没有理由抓我 放开我 夫人 将军 圣上特使张州大人到了 该来的总会来 那边看看 究竟有何胜意 过往种种因我旧日执念而起 终是我亏欠张大人 已变成功的 亏欠张大人 你尽我 顾身 札尼 以后 你尽我愿意 尽我 那些刀 张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张雪宁 你是我的 回去吧 先回京 与薛氏的战局已经开始 我倒要看看 谁死 谁活 严家军都在城外 未必能及时持援 你还是得带一件防身的东西 我不想你有事 你就这么想还给我 太后已经默许 不会插手我们的计划 在谢威燕陵入宫之前 务必在宫中设好埋伏 我定国公府的成败 就在此一举 顾青 他们还在太极殿等着议事 先见过了险威 问清楚了 朕才安心 圣上 圣上 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谋害圣上发动兵变的人 只会是燕家 而我薛家 乃是秦王救驾而来的忠臣 来人 将这帮乱臣贼子抓起来 若敢反抗 杀了便是 是 这种时候我谁也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方爷 方爷 别想走 先生 小心 怎么这么烫 这伤口什么时候被咬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看你娘亲 她在这里挂了数日 你应该懂得 保护你的母亲洞吗 姑母 我愿带太子殿下前去 臣愿带君 现在想走 怕是闻了吧 你从前不是一直说我顽劣不堪 说我懦弱无能吗 如今又为什么不让我走 因为如今不同了 如何不同 朱砂玉璧 定人生死 娘娘 不怕吗 你对我 你对我 多少 是 是 最帅的 我 而是徘徊在关外 不肯离去 定是有阴谋 可若是两国交战 那殿下他 必死无疑 但逢良辰 顺踪失忆 万般万喜常自在 随随着着 伴安宁 我不喜欢戴花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状元粘化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史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粘化的少年郎 这一朵 不如赠予大人 权当你也克举了一脏 你可以不原谅我 我只是想要你 活下去 张哲 我 本宫不许你死 定妃是子之事 既是家事 也是国事 她是当年三百中魂之中 唯一幸存之人 其重要之处 国公应该知道 只要谢某在一日 我就不允许她出任何问题 你真觉得她是薛定妃 难道不是 我说她是 她就是 看着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特意从太医院寻的药 也被外衣 你别入堂宫 把自己给弄伤了 这样的新娘子我可不要 年龄 我的妞妞有秘密喽 有什么话你边说吧 规格女儿家还未出嫁呢 就要窜夺这坏人心凭名誉 毁人终身大事 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 长大怎生得了 这传出去啊 怕是没人敢去 妍姑娘 你说是吧 大人要看着我死吗 张哲 你对我这么好 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 江二姑娘 敢问你与那张哲 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过是为张大人 打包不平一番 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 若真有什么 可是又要被你拿来 当作退婚的理由 诸位请坐 闻事 这便开始 看我这次 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 江氏郎府江雪宁 卷室上等 可留 所以 若你是我 这个人 除 还是不除 可是先生 我 我 我不想死 姑娘 您脸色不太好 可是有什么心事 我只是在想 我来找周莹芝 是不是来错了 这四年 我从来没有跟她联系过 她是怎么知道 我有一匹爱骂 昨日我去了燕家军营 她马上便直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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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哲探和逆党四杀 她统统洞察 她和以前太不一样了 我说 府里这院墙 去了更没气势的 若是叫父亲知道 有人屡教不改 顾忌重施 怕是又要发一阵牢骚了 说了我的理 可就不能去告诉江大人 夫人 你看得没错 这江家要入宫半毒的人 的确是宁丫头 这江波游不过是一介侍郎 也没什么值得你图谋的呀 你帮着长公主 将这江二姑娘送进宫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看哪 这江二姑娘长得很是不错 她这么千方百计的 要去教人家读书 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 好了 人已到齐 请诸位姑娘将行囊交给宫人 随咱家入宫去 只是有一句话 谢莫想问一问言世子 你当真确定 你所忠情之人 也忠情于你吗 殿下 冒犯了 殿下的疤痕 是二十年前平南王之乱中留下的 然叛君早已被绞 其余念也是致服蜀窜 我朝天威尽显 您的疤痕 本是王朝荣耀 何必一致维持 别动 否则我杀了他 不管了 胆大包天 总比死在这儿要好 仍是秦 老田 蜘蛇 哈 最好的爱 回去吧 先回京 与薛氏的战局已经开始 我倒要看看 谁死 谁活 燕家军都在城外 未必能及时持援 你还是得带一件防身的东西 我不想你有事 你就这么想还给我 太后已经默许 不会插手我们的计划 在谢微燕陵入宫之前 务必在宫中设好埋伏 我定国公府的成败 就再次一举 姑清 他们还在太极殿等着议事 先见过了谢微 问清楚了 朕才安心 圣上 圣上 是 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谋害圣上发动兵变的人 只会是燕家 而我薛家 乃是秦王救驾而来的忠臣 来人 将这帮乱臣贼子抓起来 若敢反抗 杀了便是 是 这种时候我谁也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方爷 快 别人想走 你们 必须都死在这里 来人哪 把他们 都给我杀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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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之毒瘤 不得不出 薛氏 也是你的家族 你为何一定要 去帮那个沈郎呢 当年太后 用你母亲的性命 逼你出去 就是为了她 就是因为所谓的 贵贱尊备 臣为君寺 你就不恨吗 骨血清源 生养之恩 今日 我就真真正正 全部还给你 你 先为